2011年,陈奕涵在参加《痞子英雄》见面会时,坦言在片场没见过杨颖,结果电影上映后,陈奕涵的戏份被一剪眉,只剩baby,据传当时这部电影的主角是陈奕涵,因为当时她的知名度远高于是配角的杨颖,而这背后一切都是黄晓明的功劳。 黄晓明与baby处于热恋期,她作为华仪最大的股东,怎么忍心自己的女友受委屈,而陈奕涵因为一时嘴快给自己惹上麻烦,即使过去一年后,她仍然放不下这份恩怨,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暗示自己,是精华之外,这件事还没结束,2016年,两人冤家路窄,在跑南再次相遇,而此时已是风水轮流转,陈奕涵已不再是台湾影后,baby却靠黄晓明这棵大树, 寄生于人气女星行列,两人在节目中没有丝毫交流,陈奕涵可能没有想到,自己因为一句话得罪杨颖,而断送自己的演艺生涯,这就是娱乐圈的规矩,谁有背景有靠山,就能掌握主导权,或许大家会同情陈奕涵,其实现实中她的表面弱小,可论炒作,没有人能和她相提并论。 林志勇曾花钱研究自己成生不老的秘诀,林心如请五个半骨男模为自己庆生,陈奕涵则是继两人之后的后起之秀。 2017年,陈奕涵祝福贾静文初心书,却晒出自己与贾静文丈夫和孩子的合影,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她紧搂修杰凯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才是一家三口,得到一众盲友的指责。 事实上陈奕涵与修杰凯的关系比夫妻还亲密,两人一痞子英雄相识,私下的称呼是爸爸和大女儿,但是修杰凯比陈奕涵还小一岁,这样把弟弟当作爸爸来相处的陈奕涵到底有多心机。 他们相当玩得来,经常聚会,一起健身一起喝酒,甚至玩爱美,他们的爱美更多是为了博眼球,但在一遍地心身中,有另一种声音帮陈奕涵澄清。 不知道薛霸和大花的父女情有多久了吗?如果贾静文将自己带入角色,想必也会感到恶心吧,更让人意外的是,没有贾静文的日子里,陈奕涵曾一直爱她修杰凯,可不知道是避嫌还是其他,修杰凯始终没有回复过陈奕涵,每次都是贾静文回复,然而陈奕涵的作作不止这一次,她生命中有很多男闺蜜和不少男性传绯闻。 在一次台湾综艺节目中,陈奕涵和男演员表演借位吻戏,结束后直呼内裤诗了,而这个男演员是由太子爷之称的陈楚河。 他在台湾背景强大,向华强都要看他脸面,如今是家族20亿财产的继承人。 陈奕涵说出如此大尺度的话,不过是想借用陈楚河的名气来博取助益。 果然两人真的传出绯闻,但没有得到证实,不过陈楚河曾说过,陈奕涵是他的一中人。 陈奕涵是名副其实的恋爱脑,打开他的热搜,出现频率最高的,还是他曾经交往过47任男朋友这条新闻。 他也确实说过,自己的目标是把前男友组成一支足球队,和陌生人接吻,裸勇,跳海。 陈奕涵这些疯狂的举动,都是他毕生的梦想。 2012年,金马奖颁奖典礼前,因被爆料耍心机抢礼服,他在媒体前自嘲自己身材没料,个子矮小,根本没打算靠礼服抢尽,实在不行就全裸走红毯,他的情史更是无缝衔接。 2010年,陈奕涵被爆,与演员李韵庆交往多年,二人是因电影单车上路而互生好感。 热恋时,不但深夜进出李家,更与李家人熟识。 二人之间的感情一度十分火热,但因为李韵庆劈腿,第一段恋情告终,但分手后两人的关系还是朋友。 后来经过修杰凯介绍,认识了昆达,不久两人在一起,可惜好景不长,三年之后和平分手。 当陈奕涵想挽回时,昆达已经和好朋友柯家宴在一起。 对此,陈奕涵公开表示,三个人像换区俱乐部一样,然而陈奕涵每合作一部戏都会和男演员传出恋情。 痞子英雄中张若婷,被派到多次探班陈奕涵。 2014年出席活动公开表示,余文乐是我的菜。 2015年,陈奕涵和小两岁的发型师,在沙滩玩公主抱恋情曝光,还被人称之为小三。 陈奕涵之所以不坚待地交往男朋友,与他的成长经历分不开。 他出生在1982年,母亲极其封建,父亲是台湾赌徒。 整天往返于赌场,家庭重担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,对陈奕涵一直非常严格。 每天十点之前必须回家,曾因看电影半夜未归,母亲找遍整个台湾电影院。 但陈奕涵却没有感受到母亲一丝关爱,而是无形的压力,他知道父亲耗不住,所有的一切必须自己争取。 生活中感受不到亲情的陈奕涵,只能通过爱情这个出口来获得爱。 这也是他能如此作,把男朋友当作手中玩具一样随便扔的原因,他要感受来自不同男人的爱。 终于在2017年,经历无数感情的他未婚先孕,和丑男导演许富翔在一起。 两人恋爱不足一年,这个导演在业界并不出名,甚至不如一个十八线明星。 虽然许富翔只比陈奕涵大一岁,但他脸上的沧桑,看起来就像是他的爸爸。 从两人相处来看,陈奕涵被宠成公主一般,在他身边可以自由自在,任性耍风。 如今陈奕涵这个敢爱敢恨的38岁少女终于找到真爱,希望他会一直幸福下去。